大家好,又到了咪咪Cooking的時間啦 星空酒除了用來轉外,當然是用來喝 不過對我來說,用來喝實在太普通了 所以今天就決定用星空酒來做這個甜品 首先將魚膠片先用凍水浸完再用熱水再溶 之後就可以將菠蘿汁加入魚膠肉,然後拌勻 然後就可以將菠蘿汁平均倒入杯中,放入雪櫃30分鐘 這樣就完成了第一層 來做第二層的部分,首先將淡忌廉加入20g的砂糖 打至七成起身 之後就可以慢慢加入星空酒拌勻 然後就可以加入魚膠溶液拌勻 然後就可以將蛋白分幾次加入砂糖,將它打至其身 之後就可以將星空酒忌廉加入蛋白箱,將它拌勻 最後就可以將星空酒慕斯平均倒入杯中,放入雪櫃30分鐘 這樣就完成了第二層 來做最後一層的部分,首先我們將熱水和砂糖拌勻 然後就讓它放涼 之後就分別加入魚膠溶液和星空酒,將它拌勻 最後就可以將星空酒啫喱平均倒入杯中,放入雪櫃30分鐘 這樣就完成了 現在已經完成了手上的啫喱杯了 現在事不宜遲,我先試吃一下吧 其實大家不需要太擔心這杯啫喱杯的含酒量會很高 因為本身銀河酒的含酒量其實是偏低的 所以做出來的啫喱杯的含酒量也不會很高 至於味道方面就要視乎大家用什麼味的銀河酒去做 我用藍色的那支,藍色的味道就是水蜜桃加藍莓的味道 所以吃下去就是水蜜桃加藍莓的味道 除了藍色之外,我手上的紫色就是紅莓和藍莓的味道 當然,其實銀河酒還有好幾種顏色和好幾種味道 如果大家想知道更多關於銀河酒的資料 不妨留意這個Facebook page可以去看看 今次的分享就是這麼多了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影片,記得在下面給個like 當然記得要follow我Facebook和Instagram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拜拜!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